全红缠再战陈玉希,不料再次出现重大失误,接下来一幕让全场看傻眼,今天带大家看一场全红缠的比赛,这场比赛全红缠在场上发挥的不是很好,在自己最擅长的动作上出现了失误,尽管这样,他还是跳出了接近满分的一跳,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 比赛开始,率先出场的是全红缠,这一跳全红缠发挥的非常好,整套动作都非常流畅,起跳的高度也可以,水花也压得非常好,最终他拿到了82.5分,陈玉希选的是相同的动作,他发挥的同样非常好,不过在入水的时候,水花有一点没有处理干净,最终他拿到了81分。 第二条全红缠的规定动作是407C,他这一跳发挥的不是很好,起跳的高度可以,但是入水的时候出现了松心,水花也没有控制好,这一跳他只拿到了67.20分。 陈玉希选的是同样的动作,他这一跳也是出现了一点小的问题,在入水的时候水花处理的不是很好,最终他拿到了76.80分。 第三条全红缠选的动作是难度系数3.2的6243D,他没有受到,上一决的影响,不管是起跳高度还是入水都非常流畅,动作的完成质量也很高,最终他拿到了81.60分。 陈玉希选的动作是难度系数3.3的626C,他这一跳发挥的非常完美,整套动作都无可挑剔,最终他拿到了94.05分。 第四条全红缠的自选动作是207C,这个动作的难度系数很高,再加上比较考验临场发挥能力,所以这个动作比较容易失误,但是全红缠却发挥的非常好,直接拿下了10分的高分,最终这一跳他拿到了95.70分。 也是全场最高分。 陈玉希选的是相同的动作,他发挥的也非常好,水画也控制的非常好,最终他拿到了94.05分。 最后一跳,全红缠的动作是5253B,这一跳他发挥的非常稳定,不管是从起跳还是入水都非常完美,无可挑剔,这一跳他只拿到了88分。 陈玉希选相同的动作,他发挥的也非常好,但是在入水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小的失误,最终他拿到了86.40分。 面最红缴完成的 и完成这一躹下来迟了一下成佛的光影 함 allowance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